各位大家好 又到星期三晚的沈大师讲投资 沈大师讲投资是一个收费的节目 每季收费一季是600元 一季亦有13集 现在来说已经是第37季第7集 虽然过了一半 但是也这么说 如果你现在报名订阅的话 都可以听回第1至第6集的内容 有得重播 沈大师讲投资是一个教你投资的节目 有别于一般的财经节目 只是给LUMBER或其他 最主要教你们投资的逻辑 正确地判断哪些评论是真 哪些评论是假 以正视听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东西是属于真确的 即管就要踊跃去订阅 订阅的方法有多少种呢 有五种的 包括亲临D18上环地铁站 E出口的D18专门店 有同事负责收钱和教你用APPs 另外旧的订户可以用转数快 现金或ATM跪延机入账 只要你将你的资料 譬如订订哪个节目 你的联络电话和E-mail 写上去 whatsapp来91671611便可以了 另外亦有网上订购 登入D18.net 用PayPal付钱 澳门的观众也是澳门的方法 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 可以打我们的客服而善 22971825 22971825便可以了 好了 长话短算 又回到我们的内容 过去两个星期 两三个星期 市大上之后 又好像大陆 其实不是大陆 是只调整整整个升幅的三分之一 即是走了6800点 由17000点起步 走了两三个星期 走了6800点 接着调整2000多点 其实是正常的调整 也没什么很害怕的 但是上个星期二的时间 因为一下急跌2000点 那就令大家很害怕 又说割韭菜 又说什么什么什么 永远都是 港股 有些人真的刻意唱淡 或者主观地 可能上香港坏 什么都说淡 又说割韭菜 又说这些环境不好 但是他们无视一个事实 就是说 港股的成交已经大增 根本上就是资金疯狂入市 亦都是fear of missing out 是怕买不到货 或者要补货补到气筋 所以才令市充得那么急 而充得急 自然就一定会有后撞力回吐 好了 那究竟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上个星期 我记得上个星期 我跟大家说过 这个情况 就是说 调整到什么位置 那我们看看下一张 这张泡泡 这张泡泡 就是我上个星期 在节目中说 经过2000点的跌幅之后 恒指是进行调整浪 但是这个调整浪 将会在 接下来一个星期见底 而这个浪 正常的情况 就大约20,000至20,000 400点就见底 OK 待会我们再看看 这件事情 好了 如果有异常的情况 就会下深一点 但是深一点 都是可能说 多500至1000点 那就是试一试 万九边的 当然了 这个就是我保守一点的估计 也有可能 穿一穿两万 落一九八 这样也都可以完成的 那结果是怎样呢 待会我再跟大家说 另外就是说 昨天的低位 就是上个星期二的低位 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位 也是一个支持位 当然了 结果是打穿了 但是打穿了之余 走上去也是急的 好了 策略上就是试底之后 在低位 補回减货的三分之一 就是 之前上升到最高23,200 我不知大家在什么位置减磅 可能22,500 22,500 23,000 分段减磅 但是一试了低位 其实就应该减 应该加回减磅的三分之一 这个说的是正股 正股如果高位又减磅的 就低位加回三分之一 那你就可以进我空退我手 就看定那一千点的上落 看看有没有更加低位 就加码 没有的时间高位 如果还是低过你减磅的时间 也值得去买 这个就是上周的策略 那我们看看这个星期 究竟是怎样行 原来 在星期三那天 试了二万零一百多 然后一旦二万一千五 再下来 这两天再试底 就是二零一三一 就是说二万点那个位 暂时就没穿 二万到二万零四百 就真的做了个浪底 那当然了 这个都没confirm 因为始终 这些试底的情况 可能还会延伸多一个星期 但是起码一样东西 你会看到了 高位减磅 低位補三分之一 那你就可以 第一 这三分之一的货 你就要继续 但是就赚了差价 差价就是二千点 OK 第二 就是说 未来看过变化 可能在低位再加货 慢慢加了你沽的货 或者看看上落如何情况 破位的时间 破二万一千五的时间 就追 也可以 这个就留待下个星期再决定了 所以 其实 基本上 这浸浪 我们吃到 就是万七点上二万三 也都沽到被过了二万三刹 下来二万一的调整 而被了调整之后 補三分之一货 即是赚了差价 现在还有三分之二的货 可能在未来找个好位再进 其实整个过程 整个月的升幅跌幅 掌握头切 基本上是无懈可激的 当然了 现在究竟是如何呢 我会觉得 恒指的短期方向 可能还会 上落一千点二千五点 恒指的短期方向是如何呢 我们看看 暂时仍然维持上落市 波幅就退低一点点 因为 似乎看到 反应上去的力量是弱了一点的 弱了一点的 不是表示无力 只不过上面二万三其实是overshoot的 由二万二到二万三 在说的是最后两天 即是星期五和星期一的时间做 那时是有些市场情绪推动的 overshoot了 即是超买过龙 所以回到原位 正路应该是两万二左右 是合理价 是阻力 但是下面的支持 仍然都是看两万或者一万九千七 一万九千七是一个重要的位置 待会我再用图和大家说 好了 短期就难会再大升 即是好像在未来两个星期 因为始终过了月中 市场会为其子转仓做功夫 所以暂时应该不会大升 但是也不会有太大的跌幅 除非我所说的意料之外的事出现 当然这些意料之外的事 现在未出现 会不会出现 就是两体 短期策略上 都仍然以炒上落市为主 即是说 落到两万边 或者一万九千八 即一万九千七 那些位 博反弹 弹上去 两万一千五 两万二 就要走人 那这个就是长短棍的短棍 长棍仍然照着正股 低位买了的 或者高位的 坐舰的 继续坐 继续坐 千万不要低位打货 因为低位打货 第一 没有仇报 第二 真是被人欠了货 我为什么说上落市呢 因为短期市况还是有隐忧 这个隐忧是什么呢 地缘政治局势升温 最近你看到 南北韩又开始好像随时引爆 因为南韩派无人机 上去北韩上空作宣传 派弹章 北韩就说南韩这样是不对 两者就开始有少少见拔奴章的情况 另外以色列的情况也都未曾解决 以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真压 会不会拆枪走火呢 这件事是最不明朗的因素 我们不知道 如果突然间再升温的时间 或者拆枪走火的时间 可能市场就要多杀一千点 都不顶 但是如果没有那件事 就未必有更深 第二个因素就是 10月22日到24日 就开金砖五角的会议 而那时候开会的时间 就要防一件事 对美元有一定的冲击 因为现在局势很明显 就是金砖五角 他们想建立一个自己的体系 到时就会用金砖五角的币席来交收 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这个如果有石破天经的宣布的时候 可能即时对美会构成很大的冲击 这个又是未知之数 如果美元有震荡的时间 可能触发美元资产的抛售潮 即是大家开始对美元失信心 而抛售美元资产 包括美股美债 这些是一个长远 我觉得是必然会做的事情 但是是不是今次金砖五角的会议 就已经出现了 我们不知道 唯有看看静观其变 另外就是技术上 外围股市的危机仍然存在 我一直都说 10月11月 包括美国大选前后 基本上美股是有回吐的风险 这个风险随着昨晚的技术走势上 已经初露端来 究竟会不会触发很大的跌幅呢 如果会的时间 可能市场就会跌多一千点都不期 即是落万九了 所以 留意着 关注着这几个因素 这几个因素 如果有剧变的话 市场就立即会有一个扭转 可能现在的支持位 就未是真正的支持位 但是当然如果没有变 就真的可以做到支持 至于为何19,700是重要关键 我们看下一幅图 19,700在8月之前 都是一个历史高位 不是 一个今年内的高位 所以 19,700其实是有一定的阻力 在去破位之前 这个就是日线图 破位之前 19,700是有阻力的 做过回吐 回到之后再破 好了 一破了之后 你会看到 短短六日之间 就由19,700到23,200 即是走了3,500点 所以你可以说 19,700的阻力是大 如果破的话 威力亦都大 好了 去到23,200 开始做回吐的时间 开始做回吐的时间 19,700就由阻力 变为支持了 所以你会看到 这五天 基本上 市市到20100多就按照 一到20100多就按照 做了三次 所以 这个位置也是重要关键位 所以如否试到 就一定确定 在短线策略上 其实就可以在这里拨反弹 估计都不会少得过500至800点 如果乐观一点 千多点应该都是合理的 所以策略上 我们就分开短线和长线 短线就是如果19,700至19,900 你可以买货 可以做call 可以做牛熊证 就拨他在那里弹回800至1000点 初步估计就是21,500 吃户 你可以在之前的位置 未必一定是死固固21,500 见他弹两天没力的时间 就吃户 起码短线就有获利的空间 当然了 如果穿19,500就打了去 那你说下面的风险就有限 但是拨上去的回报就多很多 对不对 好了 至于长线的做法 如果有机会真的跌得这么深的话 你保货就保三分一 或者甚至乎一半 其实都可以的 但是因为仍然有不灵朗因素 所以不能够拨牵住 留有一手 等超贴的时间再保 这个就是长线的策略 当然了 你因应你自己的持货的能力 而决定加减 好了 最坏的情况 有机会在19,700 弹完之后 再试更加低位 这个形势上就会有些不同的变化 但是一切都在19,700试了 弹完之后 我们再作决定 所以为什么说19,700博反弹 弹到上去21,000多 我们又先退了 就是来适应这个变化 过去一个礼拜 说关于港股出现了中国的政策之后 很多市场上的说法 就是说这个是割韭菜 那我们看看下一张 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割韭菜要够高才是割的 没理由生长了少少就割的 那割的有什么用呢 一定是飙高了才是割的 所以我给大家两个图 一个就是美股图 一个就是港股图 很明显的了 美股就很大棵狗菜 准备割你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外面似乎大部分 有一个说法 是世界只有美股好 我真的放长双眼看 过两三个月之后 是不是世界只有美股好 当然到其下跌下来 又说不是的 韭菜 美股就创成了 所以这棵韭菜一定会割眼的了 现在还是比它多摸高一点 还是现在开始割 但是港股 我真的不明白了 月线图看 其实割什么韭菜 真是割什么韭菜 都还是呃呃呃这么少 用过万亿啊 用过万亿啊 就是你几天啊 二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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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亿 四千亿 四千亿 五千亿 六千亿 一个几周 用万多亿 来到去生长 都是小小的时间 怎么割韭菜 不是这么傻啊 就是 扔过万亿来 就是割你那两餐 才割韭菜 多余啊 但是当然市场 始终都是的 赢钱的人就少 输钱的人就多 你喜欢割韭菜 你就说 但是其实 现在最大棵的韭菜 就是美股嘛 所以美股一定跌 港股一定升 这个是必然的东西 有市场经验 经历过牛熊周期的 投资者 都会深明这个道理 就是 现在最好觉的是 各美股 不是各港股 所以 我又借这件事 郭九菜来 跟大家 讲明这个情况 好了 那不如说一下 几只大股 因为 现在的环境 其实就是 介乎于 调整 尾声的阶段 调整 尾声 完了 其实又是会到大股 移动上去的 我们先看看阿里巴巴 因为大股之中 我仍然都是继续看好阿里巴巴 继续重锤 在阿里巴巴那里 因为它股值便宜 上升的空间多 你看到 其实它之前的高位 就是85元 85元破了之后 细如破竹 走了10天 上升到最高118 就是接近8月 也都印证了 我说的预期目标 上升到100至8月 是不是 到了 好了 现在 调整下来 下回去 九十几元 试过两次 九十几元 那么这个阶段 其实调整足够的 如果你在高位 有减磅的话 其实现价 就是100元 以下 可以补回一半货 那么你已经成功 偷了 偷位 偷了十几十元 好了 至于衍生工具 现在未是一个适当的时间 当然如果你找到一些忍生波幅 是便宜的 譬如说四五十的忍生波幅 因为现在很多都仍然维持到七八十的忍生波幅 而年期又够长的话 譬如说 明年三月到期 那些条款的倭率 你可以适当地补回货底 或者你不保证股 保窩率 但是银马上不要太大 其实阿里巴巴是可以的 因为最主要 它和腾讯不同的地方 腾讯还有南非大股东 口货未估 但是阿里巴巴 现在就已经搞定了软货 软银那批货 所以 未来的阿里巴巴的潜力 是会大很多 好了 第二只大股 是重点的 要说的就是 港交所 港交所 你现在计算的 就算上完去 下回来 成交都两三千亿 你要记住一样东西 去年的平均成交是七八亿 现在是两三千亿 升了三倍 加上市况 我觉得仍然都是大胀小回 逐步一路试 譬如说两万三 两万五 两万八 这样的环境 现在的股价由三百九十元 下回来三百元 现在就是一个入市位 距离之前的高位 二百九十元 现在来说已经接近了 所以 又是正股 你可以补一半 衍生工具 你可以补四分一 五分一 来到去部署 年底一阵升浪 年底我相信 有机会 还会高收 为什么呢 因为分析储窗 今年来计算 大部分的基金都要分析储窗 另一只大股就是腾讯了 腾讯唯一一样美中不足的 就是南非大股东没沽货 但是 他做到一样东西 四百元四百零五元 就是之前的几个顶位阻力 现在突破了 我们就用四百零五元到四百元 作为止蚀位 如果现在有机会四百一十元的 你可以买 但是 短线计 穿四百元就走 这个 也是一个办法 当然 其实 博反弹 究竟是用正股 还是用衍生工具 如果站在本的立场 就是不犯本 用衍生工具是较为优胜的 因为你买正股可能十万 你用衍生工具 可能一万或者几千 你就做到一个同样的杠杠效应 所以 我就倾向于用卵 当然 选卵也需要选条款 条款要清晰 所以我也告诉大家 我有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就是 窩卵实践课程 两课而已 总结着这两个月的走势 这两个月为什么会爆升 当中教大家一个 外面都很难听到的法门 就是说 如何找一些十倍的爆升的股份 当然 要找十倍的窩卵的升股份 一定是你正股升得够幅度 但是效果呢 如何为之爆呢 这个课程呢 就会详细和大家说了 包括找十倍的爆升 窩卵的条款 如何避开不利的条款 动式买卵的适合或者不适合的时机 正如过去的一个两个礼拜 我就说了 现在不是玩卵的好时机 也都经常说 无论用 无论用不是说粗口 是无论适合你去用 现在开始有些适合了 那我们究竟接下来怎么部署呢 尤其是现在走上学市的阶段的时间 再报足下一个爆升浪 我们怎么部署呢 这个班呢 就是有两堂 另外呢 因为有些学生呢 就要求我加送一堂 就是说期权 期权呢 就适合你在美股那里做事了 因为呢 期权就是以小博大 如果预期美股一个大的跌幅的话呢 用期权呢 也可以误犯本的 这个报名的电话呢 就是59364683 59364683 如果打去没人听呢 可以WhatsApp留言 那就行了 网台节目开始接受订购啦 你除了可以亲身到上环D100专门店之外 还可以去银行入数 又或者透过跪元机过数都可以 还可以登入D100网站 D100.NET订购 想即时过数 用转数快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呀 有没有不明白 可以打给我们D100网台专线呀 电话22971825 22971825